在兴州伐州的过程中 江子牙从未怕过谁 即便太师文仲亲自带兵上阵 江子牙也依然能够运筹帷幄 兵来将党水来吐厌 即便罗尔有令他心生畏惧的敌人 也是领教过后才会后知后觉 此人不可轻敌 法力好生厉害 我军要小心应对了 唯独在面对邓九宫的女儿邓禅玉时 还未交战 江子牙便心生胆怯 犹豫不觉起来 江子牙连四大天王都不怕 为何会莫名恐惧一位小小的女子呢 一 富人心 身不可测 难猜套路 要知道 古时候的女人 一般都不会抛头露面的 更别说上阵杀地了 作为邓九宫的女儿 理应是一位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千金大小姐 而这位邓禅玉 却能突破世俗 学习文武一曼身帝王家 这勇气和魄力就已经非同一般 绝非常任可比 自古反世俗的女人都不好惹 没两把刷子 她们也不敢以身涉险 自寻死路 比如搭计 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狐媚祸主 诛杀忠诚良将 残害百姓 没有强大的内心和过人的法术 与背景是行不通的 以如女娲 若没有过人的神通 怎能统领妖界护风唤雨 在妖界 哪个妖精是好对付的呀 比方火灵圣母 以及那三肖娘娘 每次与女人交战 姜子牙都会感到力不从心 束手无策 女人往往不按套路出牌 心思诡异难测 她们的手段不是勇猛 而是邪性 姜子牙虽然在玉虚工学艺40年 学了很多法术 却唯独研究不透女人 天尊也没有设置这方面的科目 无从学起 只能靠她自己领悟了 因此 每次子牙在面对女人时 都感到脑瓜子嗡嗡的 所以当子牙听闻敌军有女人出战时 就有点蒙圈 这个桥段是邓九公负伤之后 回到自己的营帐调养 女儿邓禅玉主动请战 为父报仇 咱们先来读一段原著原文 再看看姜子牙的反应吧 原文如下 且言邓九公在营州也不安 女儿禅玉见负着伤 心下十分懊恼 次日问过父安 并爹爹 且字条里 带女孩为父亲报仇 邓九公曰 无儿需要仔细 小姐随点本部人马 致城下请战 啊 女将出马 把人打傻 子牙坐在银安殿 正与众江议事 呼报成汤 迎有一女将讨战 子牙听报 陈吟半赏 朋友武城王言曰 丞相千场大战 未尝幽矩 经文一女将 为何陈吟不绝 子牙曰 用兵有三计 道人 驼头 妇女 此三等人 非是左道 定有邪术 笔杖邪术 孔将士不提防 物被所伤 身为厉害 读到这里 我忽然想起几句可有可无的废话 一般女人不喝酒 女人不喝一般酒 喝酒的女人不一般 具体到这里的意思就是 一般女人不出头 女人不出一般头 出头的女人不一般 话虽如此 可偏偏又有那不服气的要事是身手 哪吒杖的自己是莲藕化身 女人在邪性也奈何不了她 因此请求打头阵 自己先来试试这女人的深浅 原文继续 哪吒应声出约 弟子愿望 子牙吩咐 小心 哪吒领命 上了风火轮 出得成来 果见一女将 滚马而至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哪吒被邓禅玉的飞黄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邓禅玉不但打败了哪吒 还打败了黄天化 这下将子牙犯愁了 果然 这女人不是好惹的呀 话说一般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都是抛袖球 这女人怎么抛起了石头 如此凶悍 难怪嫁不出去 即便嫁出去 也要嫁给一位丑男 这女人五行缺良夫 后来 邓禅玉就真的嫁给了又矮又丑的土行孙 高大帅气的优质男都喜欢温柔可人的弱女子 不喜欢凶悍逼人的女汉子 娶了这种女人 日后打起架来 太消耗人力物力了 打得过 胜之不武 打不过 丢人现眼 横竖不得体面 何必自寻后患呀 女人只有柔弱了才会激发男人的保护欲 像邓邓禅玉这样的 自我保护都绰绰有余呢 还需要男人多此一举 土行孙都是白搭上的 所以说 女人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爱情是也两不误的 毕竟是极少数 一般情况下 都会顾此失彼 一般太要强的女人 夫运都不怎么好 这倒不是规律 而是必然 因为他们强大到已经不需要男人了 好男人在他这里找不到价值感 久而久之就会离开 只有那些小鸟依人 软饭硬吃的男人才会成为他们长久的伴侣 这就会被误会得到这么多年吸引人的 电话